身体发肤 瘦之父母 不敢毁伤 孝之时也 立身行道 扬名于后世 已显父母 孝之忠也 福孝 始于世亲 忠于世君 忠于立身 人的身躯 四肢 毛发 皮肤 都是父母给予的 应当谨慎爱护 不敢毁伤伤害 这是实行孝道的开始 自身有所建树 实行正道 把名声显扬于后世 使父母获得荣耀 则是实行孝道 最终的目标 所以实行孝道 开始于 侍奉双亲 推广于 侍奉君王 最终的目的 则是立身行道